主要诱因低 那我们年轻人都在上班 你所谓的18到40岁 谁还有空档会去做这件事情 对 我刚刚讲都还是说 民防这个体系本来就存在 我们也有法规要去建制 那现在的警力 没有办法去建制的 主要原因是诱因不足 那结果你这个时间点 你把发函给各地的警局 你只是让我们的警察 变成要拿更多的时间去做 不是最重要的事 好 也许在高层的眼中 这是最重要 但是你没有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是18到40岁 请说清楚 你要招募这些民防团员的 用意为和 高层要讲清楚 这是第一个 再来就是 40岁以下 这样的一个族群 你要他们的功能为和 这个高层也都没有讲清楚 好 于是呢 当前面我们讲到一个保警 保二要扩边什么几千人 然后呢 可能要做什么关键基础设施的 什么什么战时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任务啊 或什么的 当你把警察的这个任务 扩充到所谓的军事情务的时候 这要非常谨慎 我们的执政党如果今天想要呼隆一下就把这个事情带过去 然后陈建仁还说哎呀不容媒体这个乱去抹黑啊什么 这是我们本来就要做的事情 我们先不管 但你有没有把他这件事情讲清楚 前面的这个军事训练 是已经发函要求 已经要把我们的保警带去训练了 结果呢 林友商说没有没有 绝对不会跟这个军事群务有关系 可是你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要他们去从事军事训练啊 那我就不禁疑惑政府到底想隐瞒什么 你们到底想要做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的警察还要负责军事情务的话 我真的很担心 现在是军人的 之前都有一些媒体报道 什么叫边线比都越来越低 就是你的边制跟你现在服役的这个比例越来越低 就是你没有人要去当啦 越来越多人会离开 未来如果你这个 这次这个警察的议题说不清楚 又要他们去什么民房 又要扩充他们很多很多的这些工作压力 未来会导致警察也没人考 对 未来会让警察这个工作也变成大家烫手山域 那什么样的人会去考警察 什么样的人会去从军呢 什么样的人会去做这个自愿议呢 好我告诉大家 未来很有可能是诈骗集团主动报考警察 只要我派所谓的无间道啊 我才想问 对啊 你看最近不是一个什么派出所所长 跟诈骗集团串通 还可以这个什么提供相关的情资啊 好可怕 然后呢拿虚拟货币当这个交易的标的啊等等的 这样的现象会越来越多 那我跟你讲这个还算 内部资安的这种卧底还算小事 未来如果都是为了钱去服役 去从军去服役去当这个警察的 未来有一天如果对岸真的要渗透 好渗透啊 只要用钱就可以买的 很好渗透啊 我们政府不得不胜啊 你今天如果让我们的军警民心士气大落 如果他们服役的这个服情服役的这个士气都很低落的话 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安要怎么维持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根本的问题 但我们政府一直没有讲清楚 还建设等上去 说是媒体 造谣 胡闹 不专业 不负责任 又来了 每次都是这样 然后呢就指责说是媒体认知作战 但你政府发的公文 你政府要做的这些训练 你怎么没有讲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要问一下历史哥 其实我们看到张静老师有提一个理论 我也特别想来谈一谈 就是他说 如果你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招募民房的疫警 并且配发武器 然后武装化 其实是不是为了达到数字上面的灌税 这数字当然是我们知道美方对我们有诸多的要求 不管是希望我们的兵役延长 对我们的兵力的结构 兵力的数字也都很有意见 如果今天只是为了达到全民皆兵的 这个等于说 原额的数字上面灌税 那大可不必 其实我觉得这三句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为什么要做这个 其实张静老师讲的是一个道理 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的现在部队是人不满 钱不够 装备烂 这是三件事 他说不对啊历史哥你在污蔑我们部队 请各位放下这个心 本人还是中华民国陆军的备役士兵 我还没有出役 还有一年才出役 我觉得不会去污蔑我们自己的国军 因为很多人都是一开始就说 你如果对我们的国军产生执意的时候 你就是中共的同路人 这是很讨厌 我想这是不对的 如果再这样执意的话 莎莎咬他一口好了 好了回过头来我讲认真的 人不满 为什么人不满 钱太少 所以美方对我们最大的质疑就是 现在你必须要有一个抗中保台的决心 你们政府一直告诉我们 你看我们的民调好高 我们蔡英文总统做出来的这个绩效 你看大家这么爱戴他 然后接下来赖清德 他都是个坚决的对中国是强硬的 这符合我们美方的利益 所以你应该台湾内部应该是要产生产生一个强大的民意 所以美方也看到说你看台湾像曹新成这种知名的企业家 那这个会捐30亿 然后来建构这个黑熊部队 所以代表台湾人的抗中保台一直很高 可是奇怪你怎么部队都招不满 所以没关系你招不满我帮你想办法 所以现在有几个点 一个是部队招不满就真的钱太少 之前还有乡民在讨论说去麦当劳打工 再加上加油站打工钱 好像就超过那3万多块 傻子才去这个部队里面卖命 然后他被绑死在那边 现在要求有很多 100多个教官 现在200个教官来 据说第一不接触 两边不是很愉快 因为台湾的军人的思考 跟美国军人的思考好像落差很大 那再来 这就产生了方方面面的一个结果 刚才杨明哥有讲到说 这个警察要训练这件事情 这也是其中一个恶性的结果 还有刚才莎莎问的 民房的这三件事我们要摆在一起看 因为军人招不满 所以我要其他地方来招补 首先后备役就要15天的训练 再来我的兵役要延长一年 但是还是不够 怎么办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战争 职业军人的能力 是远远超过所谓动员来的这种异物异的军人 从俄乌战争就知道 俄乌战争那个新兵存活不到4个小时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熟练的老兵的话 他一个可以打10个 你说真的是这样吗 没有错 因为现在的设备 战争设备是越来越复杂 一个士兵你自己去看 我们自己在当兵的时候 我们钢窥就是钢窥 水壶就是水壶 这个迷彩翼就是迷彩翼 你自己看那个美国部队 或者是现在被美国高度武装的乌克兰部队 或者是俄军的部队 你看他们身上挂多少东西 有秘录器监视什么东西 一大堆挂了领导满目的 每个都很专业都要操作 那这个真的很厉害 你看他在那边指哪打哪 坐标一给出去 那个炮弹远边 你也不知道哪来 几十公里开外飞过来 甚至上百公里火箭就飞过来 这就是现代战争 所以他当然很急 美国很急 因为他急着要怎样 台海接下来一旦冲突 台湾又能撑 所以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讨论的那两个点 为什么警察 要军转 应该是说紧转军 为什么要增加民防 因为我必须平常就有训练的部队 这个才能够真正发生战力 那警察这个事情真的很夸张 前阵子我补充几个点就好 因为刚才波及哥有讲 第一个 他不是说第一批5500人吗 我告诉大家 现在警察内部大家都知道 最终是全部都要去 而且最扯 我自己的同学在做警察 他们最近在练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最近在练长枪 然后他们同派出所的同仁 有人在干嘛 已经被抓去练刺针飞弹了 真的 都不敢公布不敢讲 然后从哪里开始做起 从南部开始做起 因为南部比较听话 资讯比较封闭 如果台北警察做这事 可能消息很快就出去了 这是真的 我说你们真的假的 他说真的 只是他不好意思把那个 就是把这个公文给我们秀出来 因为不行嘛 但是我们自己的同学 怎么可能会骗我们 他们就很傻眼 他说真的快累死了 平常勤务回来 警察是要待命的嘛 他有很多杂务要做 所以他说这个未来谁要当警察 累都累死哦 而且大家要忘记了吗 警察的平均寿命只有62.5岁 而我们国人的平均寿命是80.5岁 所以警察寿命已经比人家短 所以很多人也想早点退休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过劳时的状况 很多这个因为长期外勤啊 各种东西对身体都是很伤害的嘛 这是其中一个点哦 那再来呢 这个大家要知道林又昌哦 他是一个政治老练圆滑的人 所以他都没有露口风 之前立委咨询他的时候 林又昌啊 就问他林又昌说 请问内政部长 请问部长 你们现在这个警察要训练 那如果发生战争 警察归谁管 然后呢他一直不说 最后他说 我们会归战时体制 其实已经讲一部分 结果后来好笑了 他们家的副部长叫花靖群啊 这个人脾气很差我们都知道 自己还跟你贵民吵架 然后不给咨询嘛 花靖群自己说溜嘴 国防部啦 哇 中 什么意思 这就是 警察就是第二陆军 之前我们在本节目讲过 很严重这个代价 因为一旦发生战争 你真的变第二陆军 全部都变成军用设施的时候 前几波的解放军的饱和式打击 他就可以针对警用设施 作为军用设施来打击 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我就问警察还有谁要当 警察在战争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战争的时候秩序很乱 要维护社会秩序 警察很重要 难不成找黑熊部队来维护秩序吗 黑熊部队会把人吊路灯吧 会维护秩序吗 有啦 我们现在有一个 网友叫大王最近有点烦 他说你绝对会是 黑熊部队的黑名单上面了 我是真的觉得很危险 我想在座各位都要注意一下 如果讲真的 大家不要忘了哦 其实当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德意志帝国啊 就是纳粹帝国里面 这个德意志陆军是在打仗没有错 那我请问党卫军在做什么 请问冲锋队在做什么 在国内扫荡那些 不听话的人啊 专门把人家抓去集中营干掉啊 或者当街就枪杀 这多的是 现在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乌克兰啊 大家知道吗 乌克兰在去年谈判的时候 有一个官员前几轮有参加谈判 突然人不见了 为什么 当街被打死在街头 这事情是扎实发生的 泽伦斯基把了一大堆的他的反对党通通抓去关了 所以如果你现在乌克兰选举的话 根本没人跟泽伦斯基进行 大家知道吗 这个就是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会出现的 而且最近哦 但是西方都掩盖消息啦 但俄国很喜欢展示这个 为什么 因为他展示他的正义就是这样 他们抓到了好多乌克兰的部队 结果一抄 身上掉出一堆纳粹的标志 这简直是很傻眼 为什么 一旦发生战争就是极端民粹化的开始 那更别是乌克兰 其实在那之前就亚述你知道 被美国国会认定是 民粹的开始 所以大家真的要很小心 如果我们的正规警察 在暂时被抓去做部队的时候 那谁来填补这个警察的空档 那会不会就是黑熊部队啊 有没有可能啊 那如果是的话他们是民粹的 那民粹要做什么事情呢 把你这些意见领袖 甚至把一些你的倾向部队通拿去掉路灯 有没有可能 我们觉得是开玩笑 他们是搞认真啊 这是很恐怖的 再来说民防哦 民防这一样 就是因为部队不够 当兵不够 但是现在美国急啊 真的很急啊 现在整个俄乌战争看起来 快打不下去了嘛 那怎么办呢 你看最近还发生克里姆林公被 这个无人机袭击 那俄国更是大张旗鼓的开始 哇我就可以开始对你进行攻击 他们开始攻击基辅了 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并没有让 这个所谓的俄国退缩 反而让俄国更加的激进的时候 那乌克兰顶得住吗 那万一乌克兰顶不住 俄乌是不是要下课 俄乌如果要下课 要进入一个政治谈判的时候 那请问美国拿来钳制中俄的牌 下一张是哪里呢 其实这是一整个连锁的反应 我们很常说 我们只要顾好内政就好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台湾的环境不是只是你低头看内政 然后假装说 统独是假议题啊 统独这个是一个骗票的话题啊 国际问题啊没那么重要 内政是第一 真的不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看到这整个里面 很忧心的一部分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实际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新闻 在绿媒是看不到的吗 没关系绿媒不报的 中天买报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用真相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有多一份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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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